这话我说过 可十天限期是四王爷定的 那天诸位不都在场吗 当着四王爷你们怎么不说呢 四王爷还不是听你的挑唆 不然怎么会对我们这般可可 无非是要我们这些老的都死了 你们才好出头 是不是 那好 反正我们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对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是谁啊 谁说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啊 这是我的一点俸禄银子 拿去给魏大人办后事吧 尽量给他老人家 办得风光一点 人都死了 风光什么 混账话 生尽孝死尽哀 人死了就不要尽力了吗 你当你老爷子的死 跟你无关吗 告诉你 要不是你们这些不孝之子 肆意挥霍花天酒地 你老爷子会签那么多债吗 一个三十不到的人 娶了四方七妾 还要在外面喝花酒养妓女 你当我不知道 元阳楼那个叫桂花的妓女 花了你多少银子 上个月为了给你第四方小妾打戒指 你又偷着花了五千两银子 如果说有谁逼死了魏大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这个不孝之子 还有你那和服穿金带银的小姐太太们 哼 还有你们 竟敢明目张胆对抗圣旨 借魏大人之死 为自己欠款不还开拓 不错 你们为朝廷出国力 立过功 可是朝廷也没有赴过你们 一个个鼎带花铃 再不计也是个总兵吧 你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一句 自己没有吃过空额 扣过兵奖 就拿你王大人来说吧 这些年京城里有府地 老家里有庄园 一次你就买了两千目土地 你为什么还要挪借国库的银子 还浑说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命 暂时不会要你们的 但是钱 一文也不能少 过几日就是第十天的限期 我在户部等着你们 如果不把库款还清 我还是那句话 筹奖 老哥 你等等 兄弟们随你去算了 我还是要给你 是怎么变人 清还国库贷款的期限 只剩下最后的三天 可是十成中 只有三成的人还了贷款 剩下的七成 印针只得带着人挨护归逃 拿着 不准拿走 给我拿回来 不准拿走 干什么娘家的配嫁呀 你算是个什么慌子 你连个家都养不活 还要把我的东西拿去卖了还债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我跟你比我活了 你去死吧 走 快到前面大街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到前面大街去 是是是 快点 走 快点 快走 快快快 我不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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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前面前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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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都奔前门去 奔前门去 哎呀奔前门去 他们这上哪儿打劫来呢 没瞧见呐 那上面都打着官府戳呢 哎 皇上让官人们追交欠款 这包都吃不住劲了 倒腾着要到前门大街去卖货呢 哎 哎 我跟你说啊 跟着瞎咧咧 当心说走了诗啊 我不 哎 我给你擦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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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十五不早了 咱们走 上大石烂 走 上车 走 上车 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 走了 快快快快 快上大石烂 走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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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师爷和许多官员 抬着家当 到前门大街叫卖去了 前门大街 嗯 四爷 四爷 出大事了 四爷 一大群老臣跑到畅春园 找皇上哭闹去了 前门京 在 你去前门大街 劝说十爷和那些官员们回去 是 年更有 在 你跟我去畅春园 一定要想法拦住他们 是 走 走